屏東東港有一間超商 在月初開賣福袋抽獎 那麼最大獎是一棟價值3000萬元的豪宅 結果老闆準備了2600多份 到初三中午卻賣不到500份 讓活動緊急喊咖 邀請民眾停止在購買 退款程序會公告在臉書上 那麼至於有民眾抽到的獎品 老闆表示這獎品會照送 一樣會退費 這個都沒有賣出去的就對了 都吸彩 紅色福袋一箱又一箱 把他們全部打包 屏東東港一間超商 月初開賣福袋抽獎 一個福袋賣16888 不過最大獎可是一棟3000萬豪宅 老闆精心準備2688份 要讓民眾開心抽獎 結果到初三中午卖不到500份 活動緊急喊咖 做年輕所以我才會辦這個活動 太過了就是整個月 差不多15天以來而已 我就是過年 整個過印 東西 過了整個月沒一個禮拜 所以時間太過了 雖然活動喊咖還是有人不知道 從桃園台南特地跑來 鋪了個空 很辛苦 把時間拉長一點 提早退款 也許是時間不夠長 加上宣傳不夠多 不如預期 老闆表示買了福袋的人 只要持發票就能退款 本來是要抽豪宅的 有點可惜 下次再犯一定會再來買 老闆賣完福袋2000多個 可以賺1000多萬 可是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老闆還有額外的加碼送贈品 至於抽到獎品的人 老闆說獎品照送不用退還 一樣退款 畢竟第一次辦活動難免有輸漏 民眾也期待之後能好好規劃 記者蘇世偉屏東曾報道